这样的一个学问 他实际上是非常优秀的 一方面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 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者 那么他的共商研究 实际上在法国史领域 和政治思想史领域 都是也享有非常高的学术声誉 那么最近这段时间 其实我知道韩教授 一直专心于政治思想和艺术史的 跨学科研究 尤其是对政治图像史的 西方政治图像史的 这样的一个考述和考论 那么是有着非常精彩的论注面试 所以呢 他同样也是一位 有着卓越的跨学科背景的研究者 那么他的讲座也非常契合 我们整个这个轮值周的大主题 所以我们真的是非常荣幸 能够请他来跟大家分享他的这个研究 那么在讲之前呢 我们还是简要的介绍一下 韩伟华教授的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况 那么应该说就是我可能讲的也不是很准确 也是从网上的各方面信息 这个这个组合而成的 但是从这个这个这个背景来讲 我觉得这个韩老师的这个学术履历非常丰富 而且呢 这个他受着非常好的非常全面的学术训练 那么这个韩伟华老师呢 他是北京大学世界史专专业的这个和法国这个高等HS 我们的这个我们我们华东师范中中文系的这个 这个比较文学站是卢亦凡博士 也是那个地方毕业的啊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文研究地区 人文研究这个机构 那么他是政治学专业的博士 那么曾经与 曾经在全世界多位非常重要的 多个非常重要的研究机构担任访问学者 那么他比如说洛桑大学历史系 哈佛大学意大利文艺复兴研究中心等地方地区 那么曾经这个 他的主要的这个研究方向是西方政治思想史 西方政治文明和欧洲艺术史 那么曾经呢 有主持过数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既有美学的项目 又有艺术史的项目 又有政治政治思想史的项目 应该说这是一个 这样的一个学术经历 是我非常钦佩的 那么今天他的讲座是 女王的葬礼从西明宫到西明寺 这个话题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 尤其是在最近的这个 英国王室的一系列事件 的这个背景之下 我觉得应该能让各位同学和网上的各位朋友 网上观看的各位朋友 有更多的感触 那么我的这个介绍可能并不全面 这个也不足以彰显 韩教授的这个 这个学术学养和他讲座的精彩之处 那么所以我现在就 请韩老师开始他的这个高论 我就简要的说一下 谢谢各位同学 谢谢韩老师 谢谢姚老师 能看得到那个 我的这个共享屏幕吗 能看得到 非常清楚 好的 那好 那我就开始了 首先感谢这个 姚老师和华东师范大学的邀请 那么我就开始 今天我的报告 那么报告的主题是 女王的葬礼 从西明宫到西明寺 正像姚老师说的 其实这个 是我正在研究还没有完成的一个议题 那么直接的一个 这个诱导的因素 就是去年的这个9月 这个伊丽莎白二世去世以后 那么英国为她举行了 非常隆重的这个国葬 好 那么但是呢 这个女王的葬礼呢 只是一个影子 我只是想通过这样一个议题 来进一步反思英国最重要的 两个地标性的建筑 就是我们今天 现在屏幕上看到的这个 从泰伍士河的南岸 眺望这个 威斯敏斯特宫 也就是议会大厦和他后面的这个 西明寺 那么我想这个 如果一定要选一个场景来代表 英国的历史文化 我想这个西明寺和西明宫 应该是当之无愧的 这个场景让我想到200多年以前 英国的这个湖畔派诗人 这个威廉华词华词 他在1802年的9月3日 曾经经过这个西明桥 眺望这个西明公和西明寺呢 他就写了一首这个非常深情病茂的 这个诗歌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说 当然是翻成中文的 城市再没有比这更美好的景象 这景象 这行景是如此庄严 如此动人 谁若过而不见 谁的灵魂必定鲁顿 这座城市此刻披着清晨的辉煌 如同披着一件华服 无声无遮挡 船塔圆顶 聚院教堂 奔兰杂成 那么原文附在下面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比对一下 那么我也找到了一幅 这个差不多同时代的一幅画作 那么我们可以来比较一下 这个作品跟这个 这是1802年的一幅油画作品 那么跟刚刚给大家展示的那个照片 其实会有一样的地方 对不对 那么今天所看到的这个威斯敏斯特桥 是用这个钢铁制作的 那么其实已经是它的一个新的版本 那么在200年以前 其实是一个实质的这个桥 那么今天这个西敏斯 就是这个双塔的这个位置 就是在今天的这个照片里面 其实看的不是特别清楚 因为被这个西敏公所遮挡了 那么在200年之前 西敏公还没有那么的宏伟 大家只看到这个所谓的这个 西敏大厅的场景 那么这个我后面会讲 其实是因为在1834年 这个西敏公发生了一场大火 大火之后就对这个 一会大厅进行重建 所以这是不一样的地方 那么好 同时 这么大家知道 这个学文学的同学老师都知道 这个威廉华斯华斯 有一位妹妹 多罗西华斯华斯 那么他的日记呢 也有传世 非常有名的日记 那么他和他哥哥一样 也是一个这个 至于文学的一个人士 那么他是用散文来记载的 他怎么说 他说这是一个美丽的早晨 当我们穿过西敏桥时 城市圣保罗 圣保罗大教堂 河流和众多的小船 构成了一道最美丽的风景 房屋没有被烟云笼罩 他们无边无际地散开 但太阳却以如此纯净的光芒照耀着 甚至有些像自然界 自己的一个宏伟景象 这个是一个文学的描述 那么我们可以再看几个图片 这个是再早一点 是八世纪中叶的 泰晤士和眺望西敏公和西敏寺的场景 那么再往下 这个是一个十九世纪中叶的 1864年的一个 带有一点浪漫主义色彩的一个场景 这个西敏寺和西敏公 那么最后一点点铺陈 就是大家知道著名的印象派的画家莫奈 他曾经在1900年到1905年 有五年时间在伦敦逗留 那么绘制有几十幅的一系列的 西敏公的油画作品 印象派的作品 那么他当然 大家知道印象派的画家 他试图捕捉在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天气条件下面的这个光和影的这样一个非常微妙的一个效果 我们可以看几幅 这个就是西敏寺 西敏宫的这样一个场景 当然是非常印象派的 那么这是另外两幅 他画了 现在传世的油差不多 四十幅左右 那么这是一个影子 我们下面就切入正题了 那么这个从女王的葬礼 谈起 好 那么这个先简单回说一下 这个是女王是在这个 伊丽莎巴尔是在去年的9月8日 在苏格兰的这个巴尔莫勒城堡 是是的 那么这个是其实是比较 跟通常不一样 因为大家知道英国的君主的这个官方的官邸 是在伦敦的白金汉宫 但是呢 他其实在这个苏格兰是有几个行宫的 那么夏天的时候呢 这个女王会到苏格兰去避暑 所以他其实正好是在那边避暑 但是不幸的就在那边离世了 那么这个也是呢 从1542年这个詹姆士武士以来 第一位在苏格兰去世的英国君主 所以这是比较特别的 那么三天以后呢 他的这个灵鹫呢 就由这个巴尔莫勒尔堡呢 移到这个苏格兰的首府 就是爱丁堡 爱丁堡的这个和里路德宫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后面的这个图片 这个是就是巴尔莫勒尔堡 就是他辞世的这样一个城堡 那么下面这张图片 就是这个爱丁堡的这个和里路德宫 那么这个是英国的这个王室 在爱丁堡的这个官邸 大家知道这个英国就是官邦的称号 当然是United Kingdom 那么他其实是英格兰 苏格兰威尔士 及比阿尔兰的一个联合王国 所以英国的君主在他的每一个 这个组成的一个地区都有这个官方的这个官邸 这个是他 所以他曾经在这个地方 他去世之后 在这个和里路德宫停临一晚 那么到次日 就是9月12日 就移到这个附近的 这个爱丁堡的这个主座教堂 就是圣吉尔斯大教堂 那么举行了一个宗教的这个悼念仪式 那么然后他的邻就呢 在这个圣吉尔斯大教堂 停临24小时 这个是外景 那么这是非常有意思的 所以我们通常讲这个葬礼 一般就举行一次 但是这个英女王这个伊丽莎贝尔二世的葬礼呢 其实是我给他锁了一下 至少是举行了三次 第一次是在苏格兰 在爱丁堡 这个其实背后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政治的考量 大家知道最近的这个这些年来 这个苏格兰的这个独立运动的声音是非常的高涨 那么苏格兰也已经有独立的议会了 独立的这个政府 所以呢 英国的王室或者英国的政府呢 其实是想借女王的葬礼呢 来巩固这个联合王国的这个团结 所以呢 特意呢 就在苏格兰停临 这个差不多有三天的时间 大家知道就从他辞世的这个 看到前面的这个城堡 到这个苏格兰的首府爱丁堡 其实是有200将近250公里的路程 那么这个250公里 他当时遗陵的时候呢 沿途都有很多的民众呢 去送行 所以这是第一个阶段 那么女王的葬礼呢 这个第二个阶段 你叫做到伦敦了 伦敦这是官方的一个仪式 那么大家知道国不可依无君 所以呢 这个伊丽沙白二世去世后的这个 后第二天 他9月8号去世 那么9月10号 英国的苏密院呢 就召集这个基要成员 组成了一个叫做登基委员会 那么在圣詹姆斯宫 就是名义上的英国王室的 这个正式的官邸 那么向全英格兰宣布 这个他的这个长子 查尔斯王子 那么现在叫查尔斯三世继位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片 就是这个 是在这个圣詹姆斯宫的阳台上面 有一些这个龙庄的这些 这个骑士 这个吹鼓手 那么宣布这样一个文告 那么这个登基文告是很长的 但我想有必要念其中的一部分 蛮有意思 他说全能上帝已按其圣意 恩召我等门俘 且光荣之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因其分主 大布里天及北阿尔兰联合王国之王位 唯一而合法 归于查尔斯菲利普亚瑟 乔治王子 因此我等本国 临职与俗职之上议院议员 下议员议员 会同女王陛下 疏命面之其他成员 本国及各属地之代表 是议员伦敦成名等 同声同化同心 在此庄严宣告 下面我就不念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官方的登基的文告 那么同样的仪式 格尔也就是9月11日 在苏格兰的首府 爱丁堡在威尔市首府 在北阿尔兰都举行 那么大家都知道英国 大英帝国虽然崩溃 但是英联邦还存在 所以这样的仪式 也在其他的英联邦的王国 比如是像加拿大 像澳大利亚 新西兰的各州省 属地的首都或首府巨星 那么这个就是新王登基了 登基之后 他首要的一个事情 就是为他的母亲 就是伊丽莎白二世 组织这个藏 那么9月12日 那么这个新国王的第一项的 这个官方的议程 就是和这个王后前往 这个西敏宫 也就是英国的议会大厦 威斯敏斯特宫 我们有几个不同的议法 里面这个最古老的一个厅 叫做这个西敏大厅 那么接受的这个议会两院的议长 和约900名议员的这个集体的致哀 那么有一张图片 有两张图片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图片还是拍得蛮好的 他能看到就是 分成两个例 一边就是这个贵族院 上院一边就是这个下院 那么两院的这个议长 在这前面致此 那么国王后王后坐在这当中 可以看一张这个细部的图 就是这样 那么这个是他所接受的 第一项的这个议程 那么再往后就是到9月13日 也是说女王确实以后第五天了 那么他的灵鹫被空运 从爱丁堡运回伦敦的白天汉宫 一个晚上 从第二天也就是9月14日到9月15日 有四天半的时间 这个意义是220的灵鹫 覆盖着皇冠 宝球 权杖和王旗 被安置在 前面讲到的这个西敏大厅的正中 那么在卫士的呼卫下 听临五天 共民众瞻仰 那么这个仪式呢 其实并不是从今天才有的 在历史上面 其实已经有超过100多年的这个历史 就是 那么 这一次呢 一共这个排的很长的队 如果大家有同学 有朋友看过这个BBC的报道的话 那么分成两队 主队的这个列长是长达16公里 那么最长的等待时间是超过24小时 这个其实是非常让人感动的 那么预估有25万人参加了这个排队 包括这个非常有名的足球明星 贝克汉 他也排了这个20多个小时 去为了去一瞻这个女王的这个灵鹫 那么其实是看不到他 看不到他本人 就是他是被覆盖在这个 这个王冠里面 就是人是已经看不到的 只能看到这个棺谷 好 那这个就是一个排队的场景 大家看到就是排了非常非常 十几公里 好 那么就看下面这张图片 这个就是亭林的这个场景 那么伊丽莎白二世的这个棺谷 放在镇当中 上面有十字架 有王冠 那么有卫士护卫 然后这个瞻仰的民众呢 就是依次从两边进入 好 是这样 好 那么 这个遗兽刚刚讲了 其实是从19世纪末开始 第一次呢 是在1898年 为非常著名的首相 1952年的这个乔治六世啊 也就是说伊丽莎白二世的父亲啊 大家知道其实原来伊丽莎白二世是没有机会登上王位的 是因为这个乔治五世 大家知道非常有名的一个故事 爱美人不爱江山 他爱上了一个这个离异的美国的一个女士 那么这个不为当时的这个王室所接受 所以他主动训位啊 放弃王位 那么他的弟弟就是这个乔治六世 才有机会的这个 这个继位 那么之后 当然就是这个 他的女儿就是伊丽莎白二世 再往后是这个 1953年的玛丽王后 1996年的丘吉尔啊 这个是非常特殊的 就是非国王 就是享有此殊龙的 就出了这个格莱森之后 就是唯一的一个人 就是丘吉尔 那么再之后是2002年 这个伊丽莎白二世的母亲 这个伊丽莎白皇太后 是活了非常长寿 102岁 那么好 最近一次就是去年的这个伊丽莎白二世 这是一个这么样的一个 亭林的 这个瞻仰的一个仪式 好 这个照片显示的是爱德华七世 是非常早期的一个照片 好 那么再往后就是正式的国葬典礼 其实非常短 在这个整个这个葬礼的一个仪式 是持续了12天 但正式的国葬典礼 其实只有一个小时 那么是在2002年的9月19日的早晨 那么这个亭林观战仪式结束 之后呢 伊丽莎白二世的灵就呢 被从这个西敏厅移到 毗林的西敏寺 这两个地方非常近 就紧挨着 只要几分钟的时间 那么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仪式 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从1760年乔治二世葬礼以来 英国首次在西敏寺举行的君主的葬礼 也就是说在260年来所举行的 唯一一次的这个君主葬礼 那么也是1965年丘吉尔葬礼以来 这个英国所举行的首次国葬 但是丘吉尔的葬礼不是在西敏寺举行的 而是在这个地位烧训的这个圣保罗大教堂 举行的 这个是不一样的 那么呢 英国呢 也借这个国葬典礼之机呢 把这个一个仪式变成一个国际政治的 国际外交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场合 那么全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受邀参加 除了俄罗斯 白俄罗斯 缅甸 阿富汗 等少数国家 大家知道因为俄罗斯跟这个乌克兰有战争 所以这个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那么 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国家其实也是派了这个代表 大家知道是派了这个国家的副主席王岐山 驻驻这个英国的前大使 我们想参加的 那么这个是其中的一个场景 就是他的官国这个台到这个西敏寺的正中 那么这个是所谓的这个正式的国葬典礼 那么结束之后呢 知道他的这个官国呢 又穿过整个伦敦 那么最后被移到这个当天的下午 被移到这个三十多公里外面的这个温莎城堡 温莎是个独立的城市 那么温莎城堡里面的圣乔治礼拜堂下造 那么这个所以是第三个藏领的 其实是不对外公开的 因为这是一个私人的这个除了至亲之外 还就是说王室成员之外 很少有这个其他的人参与 那么这个是温莎宝的这个圣乔治礼拜堂的这个外景 因为这个之前他的父亲乔治六世 他的丈夫非父亲王都埋在这个地方 所以他也埋在这里 好 那么非常有意思的一点 这个葬礼讲完之后 我们要回放一下 回说一下 70年以前 也就是在1953年的6月2日号 伊丽莎宝贝尔二世的加冕典礼呢 也是在同一个地方 也就是在西敏寺举行的 那么按照一位非常有名的英国史学家 西敏沙玛的一个说法 他说这位年仅27岁姑娘 经过某种典礼蒸馏器的升华 成了个水晶玻璃人 化身为君主 他也许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孩 但是通过这么一个仪式之后就变成君主 那么根据英国皇室的这个规划 就是今年的5月6日 就是现在的君主查尔斯三次加冕典礼 也将在西敏寺举行 也就是在差不多三个月以后 举行 就已经定下来了 好 那么这个是当时伊丽莎宝贝尔二世 在西敏寺加冕的这个录像 有录像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B站上可以看到 大概也是有一个小时左右长 好 那么这个 讲完这个葬礼之后呢 我就要进入到这个真正的主题 也就是今天的这个主题 就是西敏寺和西敏宫 那么这两个地方其实是英国 近一千年的宗教和政治的一个圣地 那么在这一千年两年差不多始终是英国的一个政治的中心 也是联结教会与国家的一个象征 那么从1066年哈罗多二世和征服者威廉开始 历任的英国君主啊除了这个爱德华武士和逊魏被加冕的这个爱德华八世之外 都是在西敏寺加冕的 那么迄今为止西敏寺一共建政了38位再位君主的加冕仪仪式 包括唯一一次的联合加冕仪式 就是威廉三世和马利亚世 大家知道就是光荣革命之后 被迎过来的威廉三世 那么之前的君主大部分都葬在这个西敏寺 但是后来因为墓地饱和 他叫西敏寺的空间还是有限的 虽然他很大大概也就只有3000平米 所以后面从威廉三世之后 大多数的英国君主都葬在这个 就是温沙堡 那么这里又有一张图片 就看到这个是1838年的 这个贝多利亚女王的加冕的这个场景 也是在西敏寺里 这个是外地一个游行的一个场景 好 那个这个 所以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其实对中国人来说可能会有点难以理解 就是一个人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些事情 竟然都是在同一个地方进行的 就是甚至是出生的这个洗礼 婚礼 那么加冕礼到葬礼 这就让我联想到 这个一位17世纪的英国的诗人 他也是英国革命时代的一位下议院的议员 叫埃德文华勒 他有一首描写 这个西敏寺的诗歌 我截录了其中的这个几行 来跟大家分享 非常有哲 有哲理 他说他赐给他们皇冠 保存他们的骨灰 他使他们宛如上帝 又如凡人那样安息 他让他们的王权循环完成一周期 那些帝国之光 他们在生起处落下 就是这么样一个人生的一个循环 那么再往下 我还想再引一位 就是启门时代的 18世纪的英国的一位作家 叫这个奥利比尔 这个哥德斯密斯 那么他有一本散文集 叫世界公民 是在1760年 那么其中有一封信 是一共13封信 叫做西敏大四游记 他里面虚构了一位参观西敏寺的中国访客 有点像这个 这个写法有点像 梦德斯丘的这个波斯人扎记 就是一个 一个虚拟的一个文集 那么我记录这段 他说每一个健全的政府呢 都有责任将这种身后哀龙 加以英势力道 以便把个人好民的弱点 变成国家强大的因素 在这所令人肃然起敬的庙堂 只要做到除了真正伟大的人物 就想望战临位 那么这样一座寺院 就是向国人进行道德教育的 极好场所 但事实上呢 如果通读全文呢 会发现其实这个 哥德斯密斯是在嘲讽西敏寺 大家知道这个西敏寺 跟其他的这个教堂不一样 进去是要收费的 我自己也是这样 当时去伦敦参观的时候 他收费很贵 要十几磅 我当时囊中销售 我就没有进去 而且你进去之后呢 里面还有很多的部分 是要另外的收费 所以其实他是在嘲讽 他有一定的 这样的一个 好 那么下面就进入 这个西敏寺的正题了 那么西敏宫的部分呢 可能限于时间云 我只能用一个 非常额要的方式呢 把一些最重要的部分呢 稍微的点一下 那么这个西敏寺 我用这个借用法国的历史学家 这个皮尔诺拉的这个说法 叫所谓的记忆之场 那么这是非常特殊的一个地方 就是从空中拍摄的一张 一张这个俯瞰的这个照片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是一个哥特式的 一个十字形的这样一个造型 那么与他毗邻的这个边上 就是这个西敏 也就是威斯敏斯特宫 就是议会大厦的这个 唯一幸存的建筑 好 那我们就开始 讲这个西敏寺的这个历史 这个历史非常的复杂 我只能简单的这个梳理一下 那么可以这么说呢 早在伦敦还未成为 这个英国的首都之前呢 未成外的这个威斯敏斯特 已经成为英国的一个 行政的管理中心 那么关于西敏寺起源的神话呢 可以说是众作风云 那么所有那些编造于 不同时期的故事呢 均塞入了一些伪造的典章 和不准确的编年史 目的当然是很明显 是为了使西敏寺的历史呢 显得更为古老和神圣 我想这样的一种做法 其实在很多的这个国家 很多的地方都会有 那么一直到忏悔者 爱德华时代 也就是到了这个1003年 到1006年这个时候 西敏寺才有比较准确的这个历史 那么这个 从这个1042年到1052年 那么他在这个伦敦上游的 有一个当时还是一个岛 就是叫桑尼岛 建造了一座伟大的诺曼 罗曼风格的本独会的教堂 那么用西敏寺之名呢 来纪念圣彼得 当时的这个伦敦的东边呢 还有一个寺庙叫东敏寺 就跟西敏寺相对应的 是纪念圣保罗的 那么最早的关于西敏寺的 这个记载呢 其实是在 不是以文字形式流传下来的 而是一个非常有名的 今天叫八约挂坛里面 今天是保存在法国的 诺曼底的一个博物馆里面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挂坛 这个是其中的一部分 那么是哈罗的二世 在西敏寺加冕的 这样一个场景 那么上面是有 拉丁文的这个文字的 这个说明 那么其中的第二十六段 就是刚刚看到这个图片 展现的就是 忏悔者爱德华的遗体呢 这个运露西敏寺下葬的场景 那么我们待会可以看一下 那么里面可以看到 当时的一个西敏寺的样貌 一座中央的塔罗西 南北的耳堂 厚重的狼柱和圆形的拱文 其中的拉丁闽文是在这里 爱德华的国王的尸体 被抬到圣彼得士图教堂 也就是今天讲的这个西敏寺 也就是这个刚刚讲的这个 那一段 这个是西敏寺 当时的西敏寺 那么上面这个是拉丁文的文字 这是今天所看到的最早的一个材料 那么文字的材料呢 还要往后差不多要200年 今天保存在建桥大学的这个图书馆里面 用一份手稿留下来 是一位叫做马修帕里斯的一个人 写的叫蔡回者爱德华生平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片 这个是建桥大学图书馆保存的 那么这个里面上面是这个西敏寺的这个图绘 下面就是这个文字的说明 把它简单的这个翻译下 就是前部朝东是圆形石头结实又坚硬 中央升起一座高塔 还有两座在西面巨大精美的铃铛挂在塔上 在地基和柱头上建起的石柱和阁楼 内外都精美绝 等等 我就不展开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史料 那么再往后 就是到了一个对西敏寺的历史来说 是一个里程碑的一个时代 就是亨利三世时代 那么他其实是重建了西敏寺 那么今天所建造的西敏寺的样貌 其实是要归功于这个亨利三世 就是在13世纪的宗叶 那么这个 他本着这个对圣爱德华的一个前程呢 就拆除了 我们刚刚前面看到的这个八月卦堂里面的 这个罗曼国王所建的罗曼式的西敏寺 而代之于一座今天所看到的这个 宏伟的哥特式的教堂 那么大家都知道 当时这个哥特式教堂最主要的一个发源地 其实是在法国 在法国的这个比如圣丹尼啊 在法国的这个夏特莱啊 在这个兰斯啊都有 那么其实呢 这个西敏寺的这个设计师呢 也是从法国国王的加冕帝兰斯请过来 但是呢 西敏寺独特的地方是呢 他集各种身份于一起 在法国呢 其实是也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教堂 但是呢 没有一个教堂能够独享所有的这样的中文 比如说法国的国王加冕是在兰斯 但是呢 去世之后是葬在这个巴黎北部的这个圣丹里 对不对 有的时候呢 是会在这个巴黎生物院家里 对不对 那么还有一些伪伦词之后是葬在先贤寺里 所以呢 是被三到四个不同的这个教堂 或者说重要的这个地方来分享 而在英国呢 这些东西全部被聚集在一个地方 就在一个最重要的基础 就是这个新丹寺 那么这个当然这个建造的过程是非常的漫长的 不是一个人一个时代所完成的 所以呢 从亨利三世开始营建到他去世的 那都远远没有完成 中殿 就今天这教堂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到了三百年以后 将近三百年之后的 1517年才完工 但是呢 亨利三世所设计的西敏寺的这个最中心的地方呢 叫做忏悔者 爱德华圣灵呢 保存的非常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片 这个今天到西敏寺参观 在这个教堂的最 最深 最最 里面的一个部位 就是保存的这个圣爱德华的这个 灵鹿 好 那么引用掉点这个书袋子 就是这个前几年被翻成中文的这个本书 就是这个康托洛维茨的这个 王之两体 或者说国王的两个身体 就是那个 就是国王有一个身体 就是漏身跟普通人一样 会腐朽 会腐烂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他不会死 那么就是这样 这个 那么所以呢 从十三世纪末开始呢 就是在 这个君主去世以后呢 在藏领的这个游行队伍里的这个仪式当中呢 就会 为国王 雕一个跟他本人非常相近的一个仪像 放在这个棺木上 象征他 就是 不死 那么这个 下葬之后呢 他人当然是看不到 但是他的这个雕像呢 还是会在教堂里面展示 栩栩如生 虽然这个几个世纪以后呢 就很多雕像已经消失了 就是剩下木质的框架 但是还是有一些保存下来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等会可以看一下 这个还是圣爱德华林的这个 那么这个边上 那么再往下就是这个 我们要讲的一个东西 就是叫歌特建筑于这个经院哲学 因为今天所看到的这个 西敏寺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哥特式的达教堂 那么西敏寺内部的这个纵向空间呢 可以说是一个和谐的体系 由侧廊三拱式的拱廊膏 侧窗和教堂顶端的这个 辐射拱组成 那么侧廊三世呢 还委托设计了一系列的这个 顿型的文章 沿着西敏寺主体展开 那么靠近教堂十字交叉区的文章图案 主要象征国王王座和主权 分别代表圣王 爱德华英格兰 帝国 法兰西 这个苏格兰等等 那么向西衍生的墙面上呢 放置的是侧廊三世身边一些 最重要的男爵的这个勋章 那么这个是看到的 这个是所谓哥特式的这个 这个外立面 西敏寺的外立面 好 这个就是它的内景 刚刚描述过的这个内景 是一个非常宏伟的 非常带有一种 经验哲学式的 以一种空间的方式来展现的 这样的一个 也是一个宫顶 你可以看 好 这是一个很快 我们看到 这是它的一个布局 那么 当然这是一个十字架型的 这个中庭 那么这个 当然后来还有一个回廊 还有很多附属的建筑 没有办法一一展开 但是就是说 通过这一张结构图 或者说地图 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 其实是一个综合体 是一个非常 复杂的一个建筑 好 那么这是一个更细的一个图 我们只是 给大家有一个 大概的一个直观的一个印象 没有办法详细的展开 好 那其中有一个部分是有必要提一下 就是这个西敏寺里面的这个地砖 我们还是先看图会比较清楚 看这个地砖 这个地砖是非常的 这么说 具有象征意义 好 大家看 我不知道大家看出什么感觉 我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解释 好 那么这里面当然有很多的这种几何的图案 对不对 有圆球形的 有这个 长方形的 有四方形 那么其实都是有非常 重要的象征的意义和隐喻 好 那么 简单来讲 其实他是想 世人传递 这个西敏寺的这个奥秘 就是宇宙中的宇宙 地上天堂这个愿景 而且呢 1268年呢 这个亨利三世呢 在这个地砖 这个铺面的四周呢 附加了铜雕的题字 是拉丁文的 如果翻成中文的话 可能不是特别准确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观者凝神深思 此处累切的所有图案 他会发现 这是对宇宙运行的度量 那么整块铺面中心呢 是一块原石 那么也有拉丁敏文 那么他的翻成中文 就是这个完美的圆球 蕴含着宇宙永恒的模式 可以再看一下这个图片 那么这个当然是有 背后有一个深意的 亨利三世呢 力图通过这个地砖呢 来证明他的王权呢 是有序宇宙的一个部分 那么对他王权的任何挑战呢 也是对整个宇宙存在链的一个质疑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这样的一个铺面的地砖呢 就被铺设成一座其图案 予以为一体的一个迷宫 那么而且他非常更有意思的是 他其实不只是一种宗教 他其实是融合了基督教 拜占庭 就东正教 乃至伊斯兰教的一个设计理念 和宗教元素 甚至我们可以联想到 布拉图的这个所谓的洞穴的这个预言 那么西敏斯不仅闪耀着上帝的这个传世的完美的经营 也隐含着刚刚讲到的过的经验哲学的这个 沉思冥想的这个位置 所以它是一个宇宙秩序的一个隐喻和象征 那么再往下 我们看这个西敏斯里面其实存放了很多的宝物 那么这个是一个宝座 大家能看到 一个木制的这个宝座叫做 就是加冕玉座 圣爱德华这个王座 那么英国历论的这个君主 都是在这把椅子上面加冕的 那么这个建造历史是从1296年开始建造的 那么在这个王座下面 其实原来是有一块石头 叫做所谓的国运之石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这个 这是一个早期的照片 那么这块石头 后来被挪走了 我们待会会讲 那么 它因为是从苏格兰的一个修道院 斯科恩修道院捷运来的 那么后来又被运回到这个苏格兰去 那么从1308年开始 一直到今天 这个有700多年了 几乎所有的英格兰和大布里边的君主 除了玛丽一世和玛丽二世之外 都是在西敏斯内的这把圣爱德华宝座上面 进行加冕典礼 并接受徒有力的 那么 三月之后的五月 五月份 这个查尔斯三世也将会坐在这把椅子上面 加冕 那么但是呢 在这个历史上面 在这700多年上面 这把椅子曾经被移出过西敏斯三次 那么第一次是在英国革命期间 在1657年 那么被克伦威尔 当时他是这个副国公 他虽然没有称地 但是他自认副国公 那么他把他挪到边上的这个西敏大厅 用来 举行他的一个就职的典礼 那么第二次一个技术性的原因 就是在维多利亚时代 已经翻修的时候 西敏斯翻修的时候 把这把椅子挪出去了 那么第三次呢 是在阿尔斯达大厅的时候 出于安全的原因呢 这个被转移到了这个 格洛斯特大教堂 这个后面还可以讲 但是很有意思 其实这把椅子上面有很多涂鸦 因为大家知道 这个西敏斯曾经里面是有 有很多这个男童的 就是作为合唱团的成员 那么这些男童在以前是很顽皮的 就是在上面涂了很多文字 到此意犹之类的这个文字 那么下面要讲的一点 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这个西敏斯和西敏宫 其实是不单在地理空间上面 是非常的毗邻 就是紧挨着 而且他们其实是 某种意义上是不分彼此 为什么这么说呢 英国议会的真正的造势的地方呢 其实不在西敏宫 就是今天讲的议会大厦里面 而是在这个西敏斯 西敏斯里面有一个教室会的礼堂 刚刚的这个地图里面 曾经可以看到 那么是建于1246年到1255年之间 那么这个地方呢 其实才是英国议会的真正的开始的地方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图片 就这个修士会礼堂 那么当时的这个议员 开会 那么 今天还保存了很多的这个壁画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其中几幅 这个是保存下来的 虽然不是特别的完整 但是可以看到一些 那么场景当然还是带有宗教性质的 就是启示录啊 最后的审判啊等等啊 但是这个其实也是有寓意的 就是说对于这个 这些议员其实也是一种 很有意思的 宗教的一个 隐喻 那么 后来当然进行了一个 在19世纪的下半 进行了一个维修 就是地砖维修 那么再往下 因为这个历史非常的复杂 所以我就只能很快 多学一些点 那么下面下面一个重要的部分 就是亨利七世的圣堂 那么这是 历史也很早 在120年就亨利三世的时候 就已经奠基 但是呢 在16世纪 就在文艺复兴时代 被亨利七世所新建的 这个圣母堂所取代 那么这个亨利七世 圣母堂里面呢 有15位的英国的国王和王后呢 埋在里面 包括这个亨利七世 爱德华六世 玛丽一世 著名的这个伊丽莎白一世 苏格兴来女王 马丽 詹姆斯一世 查理二世 威延三世 安利女王等等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片 这个是 就是 万官了 这是亨利七世 礼拜堂的一个 就是 外景 那么 然后我们可以看 这是一个内景 内景的话 就是 一个结构图 那么 围了一圈都是这些 国王 女王的这个陵墓 围了一圈 证当中的当然是 亨利七世 所以他以他的名字 内名的 就亨利七世 礼拜堂 那么这个是 照片 这个就是 亨利七世 礼拜堂的 这个 这些 这个就是 好 那么再往下 我们就 因为我们就比较快了 那么就 到了16世纪 16世纪就是所谓 宗教改革时代 宗教改革时代 就是 那么 亨利八世时代 就是说 亨利八世 因为一些这个政治的原因 就跟罗马教廷闹翻了 大家都知道 那么 他就 要自己 成为这个英国的宗教领袖 所以呢 那么 1534年 亨利八世就与罗马教廷 断绝了关系 那么到了 6年之后 1540年 英国的 绝大部分的修正院 都被解散 被 没收 就像我们中国历史上的 这些 这个几次的 这个 毁佛 灭佛运动一样 那么这个 英国历史上 这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世界 那么西敏斯也曾 短暂的被 从修道院 改为 这个大教堂 但是呢 很快 就是几年 十几年之后吧 1553年 就是这个 亨利八世的女儿 马利一世呢 她是一位 非常虔诚的 这个天主教徒 那么她呢 又再次让英国成为 这个一个天主教的国家 那么西敏斯又变回 修道院 但是呢 这个时间又不是很长 过了五年之后 她的执政时期非常短 那么伊丽莎白一世 伊丽莎白一世在1558年继位之后呢 西敏斯的这个命名又发生了一个逆战 那么从此以后呢 西敏斯一直到今天呢 他是由王国之间管辖的 就是非常特殊的一个身份 一直到今天 那么这个是西敏斯的一个文章 那么在这个十字架的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这个都督王朝的这个红白玫瑰 所以王权 其实是在十字架之上 这个当然寓意这种世俗的权利 和宗教权之间的这样的一种 博弈和共存 这个伊丽莎白一世的这个石棺 石棺的雕像 那么再往下了 就是很快就是十七世纪了 十七世纪就是英国革命 英国内战 那么这个时候呢 很多的这个教堂一样 西敏斯也受到了非常严重的破坏 那么因为大家知道清教徒 他是反对这个偶像崇拜的 所以呢 他们就冲到很多教堂里面 把那些重要的这个宗教的偶像的这个造像呢 就捣毁了 那么西敏斯内的祭坛也是被捣毁 包括很多的宗教化 管分琴 而且还掠走了这个宗内王冠上的一些珠宝 那么亨利七世圣堂 就前面跟大家提到过的四周上方的壁刊里面 有九十五尊的中世纪的圣徒雕像 因为他非常的高 所以非常幸运的被保存下来 毕拉风都被保存下来 那么再往下就是克隆威尔来了 克隆威尔在英国历史上是个非常特殊的人物 也就是很争议的 那么英国革命时期的这个议员 这个爱德门华勒 就一开始我引过他的诗的 那么他是把西敏寺视为王权屹立不倒的一个象征 而且把他和毗邻的西敏公 作为一个相互对立的一个对手 因此他在英国内战结束以后就宣称 他说当其他建筑都倒下 他西敏寺屹立不摇 预言王权将战胜纵路 他坚固地位于形成所有恶事的地会旁边 这栋极强的建筑物挺立着逃过一劫 所以这个华勒呢 其实是把这个政治和宗教 这个两分对立起来 他是站在这个西敏寺这一边 那么刚刚也跟大家提到过 这个1657年克隆威尔这个旧论 英格兰的护国公的典礼 是在这个西敏宫的西敏大厅举行的 那么为此呢 他第一次把这个圣爱德华宝座 从西敏寺内这个挪出来 挪到西敏大厅里面 那么很快一年以后 他就去世了 那么死了之后 他也希望自己享受这种国王的待遇 就要求把他自己埋在西敏寺里面 那么之后就是一个非常耸人听门的故事 就是这个很快没过几年 这个三年之后 1661年 紫图亚特王朝就复辟了 那么当时这个就是查理二世 查理二世就在1661年1月30日 也就是查理一世被处决的12周年的忌人 下令把克伦威尔的遗体呢 从西敏寺的墓地里面挖出来 挖出来之后呢 还要以车裂这样的一个酷刑 来侮辱他的尸体 那么克伦威尔的脑袋呢 还被砍下来 砍下来钉在西敏厅的屋顶上面 钉了很长的时间 据说钉了这个25年 后来不知所踪 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故事 那么这个是祭坛 好再往下 我们这个是在1711年 就是八世纪初所看到的西敏寺的一个图片 那么跟今天所看到的西敏寺 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不同 也就是说 大家看到他这个西边的这个 这个塔楼其实没有完成 那么是在1745年竣工的西塔楼呢 是这个西敏寺建筑史上 其实是最敬意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这个塔楼 所以但是呢 这个今天很多的游客或者参观者呢 会把这个塔楼当作它好像象征是 其实它是这个西敏寺建筑里面最新的一个部分 这个东路口的这个哥特市的这个历面 显然是要比这个更悠久的历史 所以这其实是非常新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一个1749年的一个油画作品 那么当时是在举行一个巴斯骑士团的一个游行 那么这个跟今天所拍的右边的这个照片 看到的场景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也就是说270年来这个西敏寺的外观 从此之后就没有发生过太大的一个变化 那么当时藤金是有很多其他的这种提案了 要把它建成一个完全哥特式的建筑 这是一个没有实现的一个场景 好刚刚讲到我一开始就讲 就是西敏寺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 我觉得就是诺拉说的这个记忆之场 那么从这个近代以来 在西敏寺安葬或者说树立一个纪念碑 就类似衣冠种这样 逐渐成为一种至高的一个荣誉 那么在这个西敏寺里面 除了埋葬之前的这些王宫柜头之外 还埋葬了诸多的政治家文人和科学家 那么在北尔堂就是树立了数作比真人还大的 18世纪的英国的一些最重要的政治人物 首相包括小威廉·皮特·帕梅斯顿 迪斯雷利·格莱斯顿等等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照片 这些就是英国政治史上 这个赫赫有名的人物 都是一些叱咤纷纭的政治人物首相 那么他们都有这个大理事的雕像 这个立在这个教堂里面 那么历史上面唯一被暗杀的英国首相 斯宾塞·帕西·瓦尔 他虽然没有被葬在西敏寺 但是也在寺庙里面给他立了一尊纪念 的一个雕像 上面的敏文带有明确的政治含义 反映一下就是 这座纪念碑是由摄政王和议会树立的 以纪念他们对其公共和私人美德的深刻感受 并标志着国家对他被赐 堕落行为的憎恶 1762年11月1日出生 在下医院墙内被暗杀 1812年5月11日 我们可以看一下图片 刚刚讲的翻译过来这段文字 就是在这里 他虽然没有葬在这里 但是还是为他立了一个大理事的雕像 来谴责这样的一种悲劣的暗杀政治行为 那么更有名的大家都知道 西敏寺里面的所谓的狮人之鱼或者狮人脚 那么有一点就经常被人忽视 就是说我们讲英国的大学就叫牛津剑桥 对不对 那么其实呢 一直到19世纪为止呢 西敏寺是除了牛津和剑桥之外 英国第三个最重要的学术重镇 就是可以说是顶足而三的这个学术的重镇 那么从1400年这个英国非常重要的这个诗人 乔首去世以后呢 他被埋葬在西敏寺的南尔堂 那么但是呢 当时乔首被埋葬在西敏寺呢 更多的是要归功于他当时是作为西敏宫的 隔壁的西敏宫书记员的地位 而不是他作家的农运 这虽然是一个怎么说是一个 就是一个阴差阳错式的一个误会 但是呢却从此开启了一个 60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诗人之语的一个传统 那么差不多200年之后 著名的诗人这个爱德文斯宾塞 去世后呢 他被葬在桥索的附近 那么从17世纪之后呢 就逐渐形成了所谓的诗人之语 那么莎士比亚在1616年去世之后呢 当时被安葬在这个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的圣三一教堂 但是呢在1741年呢 却在诗人角为他处理起了一座纪念雕像 雕像上方的拉丁领文是这么写 他说威廉莎士比亚 在死后124年应公众的尊敬而尽力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片 这个图片就是诗人之鱼或者诗人角 那么这个生灰色的 带有咖啡色 这个就是桥索之木 那么他边上呢就陆陆续去埋葬了一大堆的诗人 那么这个就是看到了莎士比亚的这个纪念雕像 他手里面还有一段文字 那么虽然他不葬在这里 但是还是为他立了一个纪念雕像 也表示对他的这个尊重 和表明他在英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崇高的地位 是这样的 那么再往后当然就越来越多了 那就成为一个今天去西门寺参观的人 很多都是文学青年 那么成为一个文学的朝圣之地 大概有一百多位的诗人和作家被埋葬在此 或者说立有纪念碑 包括著名的这个女作家简奥斯汀 包括这个一些解爱的胡销参双的 这个布朗特的三姐妹 包括这个狄根斯 王尔德等等 没有办法完全的罗列 但是就是这些最最重要的英国的这个文人 诗人都有幸被埋在这个西门寺 那么不只是这个文人 那么科学家从这个牛顿以后 也开始被逐渐的埋到这个西门寺里面 所以西门寺还是一个科学家的圣殿 那么牛顿去世以后被葬在西门寺的这个中庭 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 那么他是第一位被埋葬在室内的科学家 那么之后呢有很多的这个科学家享有这样的这个殊龙 包括法拉第 卢瑟福 达尔文 霍金 霍金是最近的一位 那么牛顿的墓呢 位于西门寺中殿平坤西侧 那么他纪念参加上装有他的著名 他的著作和标有黄道十二宫和新著的地球椅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个 这个是牛顿的墓 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 因为他是差不多是在整个西门寺的最中间的一个位置 所有的人进入这个寺庙都会穿过这个这样一个屏风 所以都会看到牛顿的墓 那么在他这个墓的这个石棺的这个下方 有刻了一块拉丁的闽门 那么把它简单的翻译一下是怎么样 他说这里埋葬的是爱萨克牛顿骑士 他以一种近乎神圣的思想力量 和他自己持特有的数学原理 探索了行星的轨迹和数字 卫星的路径 海洋的潮汐光线的不同 以及其他学者以前没有想象过的 由此产生的颜色的特性 他勤奋 睿智 忠诚 在对自然 古代和圣经的阐述中 他用他的哲学证明了上帝的威严和善良 并在他的行为中表达了福音的朴实 班兰多尾人类有这样一位伟大的装饰品 而关心骨 他生于1642年12月25日 足于1726年3月25日 这是牛多尾 这当然是可以说 贝诺威士 以来最伟大的科学家 他被葬在这个西里斯的中间 那么想此这样的一个树文 所以从此以后 西里斯自然而来就成为一个科学家的 一个至高的一个圣殿 那么再往后值得一提的就是 1860年建造新的西里宫 就是新的一会大厦的建筑师 待会会稍微简单的讲一下 查尔斯巴黎 他去世以后也被葬在西里斯 那么在西里斯宗殿的这个巴黎的这个墓碑的上面呢 刻有威多利亚塔和西里宫的平面图 看一下他的墓碑 这个是一个十字架 这个就是著名的这个西里宫的这个塔楼 中楼 那么这是平面图 那么这是一个西部 放大的一个图 再往后就到了一个 差不多到了一个十九世纪末 二十世纪了 就是一个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那么作为一个传统的一个宗教圣地 是要维持它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历史地位 它其实是需要不断的与时俱进的 所以呢在后宗教改革时代西里斯呢 其实是被反复的重新的塑造 比如说建构 那么采用了新的管理方式 以便在现代社会中呢 履行一个独特而令人敬畏的一个角色 那么从这个 首先是在技术上面 就是在十几世纪末开始呢 西里斯内部的这个景色就被改造的 非常的与时俱进 这样可以显得更加的庄严多彩 更适合于举行盛大的宗教和这个 政治的仪式 那么在1884年到1894年期间呢 这个 为这个 这个就是它的这个广分琴呢 被改造了 创始班呢 也被重新塑造并装上了电灯 所以这些都是非常现代化的一些设施 那么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 那么此外呢 就是西敏斯他虽然是一个 一个圣地 明伦的这个 最终的归宿之地 但他还是在 每天这个举行例行的这个 敬拜模式 也就是他还是一个宗教场所 那么 在室内所定期举行的这个特别的仪式呢 则带犯的一个指趣和社会的关注 那么不只是限于宗教 包括其他的一些世俗的 比如说这个法律 每年英国会举行一个法律年度的 这个开始的仪式 就是法官的一个仪式 那么包括 对1940年不列颠战役的一个感恩仪式 以及今年英联邦的这个礼拜 这些等等 好 那么这个 这就是管分琴 刚刚讲到被改造的 它其实是一个新的管分琴 这样声音会更加的宏亮 这个祭坛也是这样 这是原来的祭坛 非常老了 13世纪的 已经非常的残破了 所以后来就 今天看到的是一个非常新的 非常新的一个从 一个晚进的一个作品 所以这是非常与时俱进的 因为大家如果想象一下 如果还是以这样的一个残破 的一个面貌来展示的话 显然是会影响这个参观者 或者说 一些很多仪式的这样的一个神圣性 所以从会以后这个效果会更好 那么刚刚讲到这个法律纪 这个西敏寺和法律纪 那么从这个传统也很久了 从1897年开始 每年10月 英国的这个法律纪念人士 都会聚集在西敏寺 来纪念法律年度的这个开始 那么我想引一段 就去年最近的一年 就是这个法律纪念度的这个 开幕一世 他也是由西敏寺的这个院长 这个大卫霍一儿做主持的 那么他有一段演讲 我录了两段 跟大家分享 他说在法律纪念度开始时 我们聚集在全能的上帝面前 他是所有人的审判者 他知道我们心中的命 重申我们对王室服务的承诺 以及对我们可以一起做正确的事情的 各种人民的承诺 我们承诺一个共同的存高召唤 一个对所有人都能承认的 正义的共同承诺 在没有恐惧或偏袒 感情或恶意的情况下完成 因此我寻求上帝的力量和引导 以便我们可以忠于我们的 招呼多见 见多识广内智公正 所以这个是把宗教跟法律关联起来 大家就是说 在中世纪这个教会法 影响是非常大的 所以这个他是把这个 今天的这个法律传统 跟一个更悠久的一个 宗教的这个传统 做了一个历史的关联 那么这个是一个图片 就是2020年 2022年的10月的 这个英国法律界的 这个所谓的就是 开就是开启仪式 这些英国最重要的这些 法官那些司法界人士 都戴着假发 大家知道这是假发 我们可以在电影里面都看到 他们不是在这个司法 司法宫里面 而是在西敏斯举行 他们的这个开幕仪式 这是很值得能深思的一点 好 那么再往下 就西敏斯其实 他也不是说一帆分顺的 他其实是也曾经成为 一个恐怖袭击的一个目标 那么在这个1914年 就是一战的那个时候 六月份 那么当时呢 妇女 英国妇女还没有参政权 就有一些这个激进的 这个要求给妇女 这个参政权的 这个激进分子呢 就在西敏斯 放置了一些炸弹 那么其中有一枚是被引爆了 那么幸好没有造成人员的伤 那么 但是呢 当时英国呢 在1913和14年 英国其实是有32个教堂 遭到袭击的 那么非常巧的是 这个当时 西敏斯的这个爆炸 发生的时候呢 距离仅100米的 这个就是下医院 就是西敏公的下医院 正在辩论 如何处理妇女参政论的 这个暴力策略 那么很多议员 听到这个爆炸声之后 就赶到了这个现场 但是这次爆炸呢 却炸毁了西敏斯的这个 加冕椅 也就是圣埃德华宝座的一角 也导致它下面的那块这个所谓国运之石被炸成了两半 那么 那么 再往后就是一个无名烈士纪念碑了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图片 这个 那么大家知道现在全世界有很多很多的无名烈士纪念碑 比如说法国的这个巴黎的凯学门下面的无名烈士纪念碑 我们国家也有 那么 全世界第一个无名烈士纪念碑 其实是在西敏斯里面 这就是当时的这个历史的照片 那么这个是 因为 在之前的西敏斯里面埋葬的都是王公贵族 非富即贵 或者是这个非常有名的文人 科学家 普通人是没有办法进入到这里面的 那么二十世纪 大家知道就是所谓的民主化的这个 这个历程开始这个 不断的这个普及好 那么二十世纪的时候 普通人的命运也成为这个统治阶级的一个所不得不关注的一个事务 那么所以在1920年的11月11日也就是一战的停战的纪念碑 在西敏斯的宗庭的为伊斯大战中战死的这些 这个一名无名烈士举行葬礼 当然这个无名战士是一个象征 象征所有的这个在战争中牺牲的这些 默默无门的这些烈士 那么在这个无名烈士的墓的这个下面有一块这个碑 上面有一段文字 当一成中文就是 在这块石头下安放着一具英国战士的遗体 姓名或军衔不祥 从法国运篮躺在这片土地上最杰出的人中 并在停战而满葬于此 1920年11月11日 所以这个还而且更有意思的是呢 就是说一起埋葬的呢 还有这个从一战场里面所运回来的一百代沙土 那么在这个无名列士墓 这个就是安葬了第一个礼拜就有超过一百二十五万人来粘养 那么在这个纪念碑周围放了十万的划旋 可见这个是一个非常精神的数字 那么到了今天到21世纪 所有到英国的外国的元首 通常都会到西林寺去参观 那么就会向这个无名列士墓进献花圈 就像到中国来访问的这个外国元首会到天安门广场 这个给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圈一样 那么我们可以看几个照片 这个是特朗普跟他的这个夫人 当时来访问的时候他献的花 那么之前美国的这个总统像奥巴马 像很多的这个政要就是 其他国家都是来这个拉圈 这就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 你可以说是一个政治系维也好 或者说他是一个官方访问的一个 节目单上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内容 那么再往后当然就是前面讲的这个 无名列士墓它是一次大战 那么再往后就是二次大战 二次大战的时候呢 那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德国 纳粹德国的空军对 伦敦进行了非常惨烈的轰炸 那么当时这个英国的议会 当然是议会大厦就是西领宫 是成为这个空袭的最重要的目标之一 所以当时议会呢 就决定了在1940年和41年 就是空袭期间呢 经常从西领宫班上的西领寺来开会 这是出一种安全的原因 那么在这个河里奇斯宗县堂顿 durum 今天建一个专门的一个小的礼拜堂 来 40年的布列颠 战役中牺牲着皇家空军的士兵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当时拍的历史照片 就是二战时期西宁 为了保护这些重要的历史的人物 堆了很多的沙袋 因为这些很多国王的陵墓 他是没有办法转移的 所以唯一能做的就是说 做一些这些沙袋 把它给保护起来 但还是造成了一个很严重的破坏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很多的重要的被炸为 这个发的粉碎 那么这个是 就是为了纪念这个空袭当中 遇难的这个空军所建的 这个纪念堂 这是一个很新的建筑 也是一个很辉煌的一个建筑 那么这个是每年一度 就是纪念这些二战 现在在世的这些幸存的老兵 相当于一年一度 他们会在西敏斯来纪念战争 就是缅怀这个过去 是这样的一个仪式 有些当中的年纪都很大 有些都行动不便 就做的论语是这样 那么到了二战 这个就是西敏斯开始成为一个 越来越国际化的一个记忆之场 那么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呢 就是在1948年里 美国的总统这个罗斯福的纪念碑 在西敏斯接幕 这个其实是很特别的 那么这个碑门呢 是由当时和战士首相 丘吉尔共同撰写 当然是为了纪念 就是说罗斯福在这个二战期间 对于这个英国所做出的这样的一个支持的一个感谢 那么这也是第一个在西敏斯里面得到纪念的外国元首的纪念碑 那么好 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图片 那么这个就是 左边的这个图片就是这个 普兰克林的这个纪念雕像 上面是一个鹰 这个鹰当然就是个美国的国鸟 对吧 就是下面就是他的名字 那么右边就是罗斯福的 罗斯福去世之后呢 他也西敏斯里面也为他立了一块纪念碑 就今天他跟罗斯福一样 也是在二战东门的贡献 那么这个再往下 就是到英联邦了 大英帝国这个在二战之后 基本上就开始土崩瓦解 那么一个替代品就是一个英联邦 那么从1977年开始 每一年呢西敏斯都会举行英联邦日 当然是为了加强这些 这个前大英帝国家之间的这个联系 今天的英联邦大概还有就是24亿人组成 这个人口其实是非常庞大的 差不多因为今天地球上是80亿人 将近三分之一的人口是在英联邦的这个成员的 54个国家 那么这是非常的多元化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照片 这是前几年那个照片 就是每个国家 英联邦54个国家 每个国家都会拍一个代表 那么就是他们自己国家的国旗 甚至他们国家的这个民族的服饰 甚至表演一些这些国家的这个特殊的这个音乐和舞蹈 那么来展示一个非常多元的一个文明 那么这是但是是在一个英国最传统的一个宗教跟历史的 圣地西敏斯里面举行的 所以从此 由此可见这个西敏斯其实是一个非常open的 非常多元的 非常与时俱进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好 所以呢 这个 举个例子好了 就是说这个18年 那么英联邦日的时候呢 就是邀请了 甚至邀请了十几个不同宗教信仰者来参与 那么其中有一位是逊尼派的 这个穆斯林的神主人员 祈祷 那么他讲伟大的创造者 让我们尊重并庆祝你创造一切 典礼上的顾道者不是牧师 而是年轻的一个一位英国的眼科医生 因为呢 他离开家乡在肯尼亚建了一百多所这个眼科诊所 那么是英联邦消除可避免眼亡活动的前沿 所以这个没办法详细展开 就是通过这些小的案例可以看出就是 这个西敏斯里面的这样的 所展现的一个多元的这个文化 这是一个图片 好 那么最后一点就是 关西敏斯的因为时间已经快一个小时了 那么就是2010年的9月17日 这个罗马的教皇本土十六世 也是刚刚过世的 他其实是跟1220是多年纪的 小一岁 那么也是在去年的最后一天 2022年的12月31日去世 那么他曾经在2010年的9月17日对英国做了一个历史性的访问 大家知道因为亨利亨市就在十六世纪初 从教改革之后 英国的这个 这个 这个政教跟这个 梵蒂冈是没有一个非常好的关系 所以出在一个非常 500年来时 都处于一个非常紧张的状态 那么这个本土十六世在2010年是一个所谓的破冰之旅 第一次有一位这个罗马天主教的教皇 来跟这个英国 那么他也访问了西敏寺 举行了一个很 很友好的一个仪式 那么这个 在他边上的这位就是戴高帽子 金色高帽的是这个 大家知道英国 最重要的这个宗教领袖就是坎特布雷大宗教 他的这个地位是高于这个西敏寺的这个主持的 那么他代表这个英国宗教界来跟这个教皇进行一个对话 这是两个人在一起这个拥抱的一个场景 当然是象征的一个所谓宗教的和解宗教对话的一个场景 好 那么这个是关于西敏寺的部分 就是时间原因就讲到这里了 那么是从这个英女王的这个葬礼开始 就是然后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梳理 从最早的这个差不多这个征服者威廉时代一直到21世纪 那么第二个部分是关于这个西敏宫的话 但西敏宫的历史其实是更加的复杂 而且是跟政治的关联更密切 我没有办法详细展开 所以我只是选取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就是西敏清 他唯一姓程的部分 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那么这个标题是以古为新 那么后面会有解释 好 那么同样最早的关于西敏宫的这个记载 也是在前面讲到过的这个八月卦谈里面 这个卦谈里面呢其实是西敏宫和西敏宫几乎是 合而为一的 仅挨在一起的 是被可以作为一个复合体的两个元素来解读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 之前看过这个卦谈里面的这个26节吧 这个是西敏宫 这个就是西敏宫了 所以他们其实是在 其实可以视为一个复合体 好 那么这个西敏宫呢 在1834年经历的一色大火 那么几乎所有的历史建筑都被烧毁 那么唯一幸存的就是这个 以少为二十亭林的那个地方 就是维斯敏宫大厅 就是西敏宫 这是他的外观 那么这也是曾经是中世纪最大的大厅之一 这是一个早期的历史照片 那么这是他的下面看到 这是他的内景 现在基本上是通常情况下是空的 那么两边摆了一些重要的雕像 就是英国历论的国王的一些雕像 你可以看 看其中 这是幸存下来的这个雕像 然后在19世纪重新安置上去的 几个早期的英国的这个国王的雕像 那么后面查理一世 虽然被砍头 但他雕像还是被放在这个西敏宫里面 查理二世啊 这个魏廉三世啊等等 这些都是这样 放在这个西敏大厅的这个两侧 我们看 如果看一个全景图 就可以看到很清楚 这个是作为一个固定的装饰 是放在这个西敏大厅里面的 不会动 那么在举行其他仪式的时候 这个当中会做一些布置 我们也会展开 那么下面就是议会的历史非常复杂 我就不详细展开 我只是会就这个西敏厅做一个 就是西敏厅 就是威斯敏斯特宫的这个大伙 我刚刚讲过 在1884年 那么这个烧毁了几乎这个 所有的部分 那么当时呢 有很多人都来围观 围观里面 那么有一位非常有名的画家 就是这个特纳 他有一些作品流传下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画了好几幅作品 那么我选了其中的两幅 这个当然是从泰晤士和南岸 所谓隔岸的关火 你可以看到 他当然是写意的 那么这个伙式非常凶 直冲云迁 这是其中的一幅 然后很多的 这个当然还有很多旧活的人 看不太清楚 那么这是另外一幅 那么这是另外一幅 更加的 就是火是更加的 就是不可遏制 那么第三幅是一个静景的 就是在描绘这个消防队员 去灭火的一个场景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这样 当然这个 当时唯一被保留下来的 就被拯救下来 就是这个西敏青 好 那么这个 但是呢 非常有意思的是呢 这个旧的西敏工大火的时候呢 这个所有的几乎围观的人呢 都很安静 甚至是在那里 就是幸灾乐祸 因为大家知道 当时的1834年 就是英国刚刚这个 完成这个第一次的 这个议会改革 1832年改革 但是呢 这个还非常不民主 那么所以呢 就是把这个归咎于 议会民主的这个不完备 所以就觉得这个建筑 就是应该 起了一个背锅的一个作用 这个旧的西敏工被烧毁 对他们看来 其实是一个 一个应有的一个惩罚 好 那么重建是由两位 很重要的人物完成的 那么一个就是刚刚前面讲过 被埋在西敏寺里面的 这个建筑师查尔斯巴里 那么内部的装饰呢 是有一位天才的这个设计师 就是奥布斯塔普京完成的 那么当时曾经呢 重建的时候收到了 97位建筑师的 1400分的草图 那么最终是选择了 他们两位 就是这个普京 那是这个巴里设计的 这个新哥特式的这个方案 因为呢 他能够这样一个方案 能够将信存下来的西敏 大厅容纳到新的建筑里面 那么也使新的 哥特式的这个 议会大厦呢 能够和毗邻的 这个西敏寺的风格呢 非常的就是和谐 那么从此之后呢 这个新哥特风格就成为 19世纪英国的一个 非常主流的一个风格 当然这个英国的 最重要的19世纪的公共建筑 就是议会大厦 才用哥特复兴风格 那么它背后是有一个 政治的考量的 那么通常认为 这个哥特风格 它是带一种自由 对中世纪自由的一种 一种追溯 这个我们看一下 这个就是巴黎的肖像 巴黎普京的肖像 我们看一下 那么之后当然就有 所谓新哥特风格 跟古典主义之争了 这个就没有办法展开了 我们就很快的再 过到这个 后面的部分 那么就是这个 寿国仅存的 这个西民厅 Westminster Hall 这个是有必要 讲一下的 那么它其实是 中世纪英格兰屋顶 近跨最大的建筑 20.7乘以73.2米 那么是从征服者 威廉之子 威廉二世 从1097年就开始建造 所以迄今已经 整整有900多年的历史 那么这个西民厅呢 除了就是用于 在近100年来 用于这个 国葬以色之前 用于这个 停放这个 君主的这个 灵鹊 就是以沙巴黎的地方之外 也曾经用于 历史上一些重要的 政治审判 包括非常重要的 比如说像 托马斯莫尔 像查理一世 被处决之前 就是在这个西民大厅 被公审的 那么还有像 威廉和阿莱士 像盖伊夫 克斯 托马斯 温 以及沃伦 黑斯廷斯等等 非常英国 这个历史上 一些非常重要的 司法案件 都是在这里审判的 那么 英国历史上 最重要的几个法庭 就是民宿法庭 王座法庭 大法官法庭 财税法庭 新座法庭 也曾经 设在这个里面 这些法庭呢 就是扮演不同的角色 那么在1875年呢 被合并为这个最高法院 1880才迁走 迁到这个新建的 皇家法院里面 那么这个就是一张 19世纪末的一张 西民厅的一个照片了 这也是就是 郭景全的中世纪的部分 那么但是他跟边上的 这个新哥特市的建筑 是非常和谐的 这个世界当中的 在下面就是一张 早期的一个 审判的一个图片 就是展现西民 其实是用在司法审判的 那么最后一个部分 就是说这个西民大厅 它还用于一个重要的 这个国事仪式 就是从12世纪开始 一直到19世纪初 君主嘉免是在这个西民寺举行 那么举行嘉免仪式之后呢 会在晚上举行一个宴会 那么宴会呢 是会在这个西民大厅里面举行的 那么最后一次呢 是在1821年 是乔治四世举行的 因为花费太高 从此之后 就是从维多利亚女王开始 那么就取消了这个嘉免宴会 那么但是呢 西民宫曾经举行的 这个嘉免礼的晚宴呢 就为这个嘉免仪式图上 非常隆重的一个世俗的色彩 那么在今天呢 这个西民大厅呢 是受这个英国议会两院管辖 那么他会举行一些 非常重要的庆典 历史性的庆典 比如说联合国成立25周年 和50周年的庆典 那么伊莎白20登基 25周年 50周年的庆典 光荣革命300周年 二次大战结束50周年等等 都是在西民大厅举行的 那么在2015年 也就是纪念大宪章 当分印800周年 那么也曾经在这个地方 就是举行了这个一个特展 这个下面这张图片就是 乔治四世 1821年最后一次举行 这个嘉免礼之后的 这个国宴的一个图片 这个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今天看到都是空的 但里面是可以搭很多的 这个桌子椅子 包括这个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非常 隆重的一个奢侈的一个场景 那么再往下这张照片是19世纪末的一个 当时也是一个宴会的场景里面 摆满了这个桌椅 就是庆祝之用 好 好那这个下面就是因为时间原因 我就没有办法就是就西民工的一些细节做展开了 因为这是需要另外一个专门的时间来报告的 那我想就会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结语吧 因为时间也已经有一个半小时了 那么就是说选取这个西民寺和西民工呢 作为一个报告的一个原因呢 就是它是英国历史的一个浓缩 一个一个缩影可以这么说 了解了这两个历史呢 其实就是可以说是半部英国的历史 这也不夸张 那么因此呢 在1987年 那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呢 就会从每个国家选取一些最重要的一些 这个地标性的一些历史的建筑 来作为这个世界文化遗产 那么在1987年 那么英国的这个议会大厦 就是西民工和这个西民寺 被联合就是授予了这样的一个浓郁 就是作为一个世界文化遗产的一个代表 那么就成为这个被全世界所贡献 那么其实我觉得这个报告 是从女王的葬礼开始 其实我真正想讲的一个题目是 叫做我借用这个英国历史学家 霍普斯邦姆的一本书叫传统的发明 那么这个无论西民寺还是西民工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传统发明的一个场域 那么尤其在全球化的时代 他也扮演了一个非常与时俱进的一个角色 那么最后我就以一个案例来接受 就是外国的领导人 有的时候会经常访问的时候 会被邀请到一国的议会发表演说 但是呢通常只是会在一个普通的厅里面 那么当有历史性的人物访问的时候 就会在这个跟我讲到的这个西民大厅举行 那么而且面对的观众呢是上院和下院联席的 那么这个被认为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一个殊龙 那么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 这个不多的几次 就是1960年是法国总统戴高乐 那么之后是96年这个南非总统这个曼德拉 因为他这个废除族主义的这个贡献 再往后就是刚刚讲到过的 2010年的这个罗马教皇本读16世 第一次保问英国 那么之后是2011年之后就非常的频繁 2011年是美国总统奥巴马 因为他当选之后享有非常高的一个声誉 因为全世界都当时对他举一个过于高的一个希望 所以他也被邀请 那么之后是这个缅甸的这个反对派的领导人 当时还没有执政就是昂山素基 他知道昂山素基之前是在英国留学的 那么这个我们可以看几张照片了 这个就是本独十六世就是他在访问西门寺的同时也访问了英国的议会 就是很有意思他在这个西门大厅就是面向整个英国的这个议会 就是两院发表这个演讲 那么再往后这张照片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奥巴马 当时抽搐满志的时候的一个样貌 那么他也是有幸被邀请 就在这个地方发表演说 那么他当然这个演说里面 在网上能找到他演说的全门 我截入几段了 那么他当时说几个世纪前 当国王皇帝和军阀统治世界大部分地区时 英国人首先在大宪章中缠明了人的权利和自由 正是在这里在这个大厅里 西门大厅里 法治首先发展起来 法院成立 争端得到解决 公民们来向他们的领导人请愿 随着时间的退役这个国家的人民进行了一场漫长的 有时甚至是血腥的斗争 以扩大和确保他们从王室手中获得自由 在启门理想的推动下 他们最终将制定一项英国的权力法案 并将执政权投入到今天聚集在这里的民选议会当中 这后面还很多了 就是有推而广之 就推到新大陆 结果就不念了 那么下面这张照片就是这个王善素基 那么他当时还是作为一个反对派的领导人 他被邀请到这个威斯米斯特大厅 就新领厅演讲 也是一个历史性的一个场合 那么这个是他下面这张照片是他演讲结束之后 离开的时候被这些议员所围绕的这个场景 那么最近那个就是两天之前 今天是2月10号 2月8号 这个乌克兰的总统 泽伦斯基 那么突访英国 那么他也被邀请到西门大厅进行演讲 这个也许有很多同学已经关注到这个新闻 事实上他一年之前已经访问过 就是在乌克兰政争爆发之后13天 他就访问了英国 但是当时他是被邀请在下院发表演说 不是像今天一年之后 那么他被邀请到了 给了与他一个更高的一个待遇 就是到西门大厅进行演讲 那么他分享了此前 丘吉尔作战参观 他参观了丘吉尔作战事 他想把这个乌克兰战争跟二战联系起来 那么他而且向英国的议会 下院的议长赠送了一顶 乌克兰空军飞行员的头盔 那么这个演讲在网上也能找到 大家有兴趣可以找来看一看 那么当然是有一些说辞的 当然是有一些政治目的 那么最后一句话有点意思 我就把它录下来 他说我并不是说这场战争结束后 就是乌克兰战争结束后 不会再有战争了 从人性中完全抹去邪恶是不可能的 这个当然就是非常哲学化的这种表述 然后男人我们有能力用言语和行动 保证人性光明的一面将占上传 最后还是鼓舞了一下 那么这个下面我们可以看一下照片 这就是两天之前的一个场景 那么我注意到一个细节 之前被邀请到这个西敏宫 西敏厅演讲的这些嘉宾 那么这个听众 英国的议会的议员 大部分900位 基本上都是坐在那里 这一次很特别 全程的演讲都是站在那里听的 这个在网上也能看到 澎湃上面已经有了 所以这是蛮有意思的一个细节 那么下一张照片就是 这个泽伦斯基向 英国议会的夏儿议院的议长 赠送一个飞行员的头盔 当然上面还写了一些文字 那么好吧 我想这个最后还有一张图片 那么就结束今天的这个汇报了 那么这个西敏大厅主要是作为一个政治的 宗教的或者文化的一个空间 那他有的时候还是一个非常开放 这张图片是在网上找到 就是一些这个年轻人在那边 就是就像这个行为艺术士 在那边自由的这个舞蹈 自由的就像我们可以在很多这个中国的这个广场里面看到的 年轻人在那边 这个释放自我一样 所以这样我想以今天这张 以这张图片来结束我的这个报告 谢谢 谢谢大家 好 姚老师 谢谢 哈尔华教授的精彩讲演 他其实是 这个 抓住了 英国 这个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一个 一组公共空间 他其实是一个圣俗两面 就是从西敏寺和西敏宫 这样的一个 相关建筑来做 展开他的这个 讲演 讲演的内容呢实际上是 可以说是资料详实 尤其是图片资料 应该说可以看出他对这个主题呢 就是非常深厚的积累 而且呢 始终保持着这种对这个 所谓历史建筑的这个当代意义的敏感性 而且从他的讲座当中 其实我尤其是从图像的角度 还有一些 这个思想史和这个文化史的角度 我都受到了非常多的启发 那我们先把这个 这个提问的权力开放给各位同学 这里的同学都是我们本科拔尖计划 他们基本上他的名字叫原画班 取名为王原画 以这个王原画先生的这个名字命名了 这个原画班的学员 各位对韩老师的这个讲座有什么 想提什么问题吗 老师好 老师好 我有一个问题 想向您请教一下 好请说 韩老师就是 刚刚您就是详尽的梳理了西敏寺和西敏宫 他建成以来作为一个政治宗教和文化空间的历史 并且梳理了其在历史脉筒当中功能和效用的变动 轻易和转化 那么我想记得韩老师在节语当中提出的 在全球化时代 西敏寺的西敏宫 他转化为一种国际化的记忆之场 转化为一种多元化的文明和文化的展演的场域 那么我们如何理解 当西敏寺他作为一种与时俱进的开放的 像艺术敞开的这么一个建筑空间 他被重新的塑造和建构 那么他背后的权力的运作 或者是他本身内在的潜能和外部的推动力量是什么 我想向韩老师请教这么一个问题 好 谢谢 我觉得你总结得非常好 提我做了一个很好的总结 那么这个 我之前也提到 我觉得它是一个缩影 当然它不只是一个缩影 那么因为这个空间 它不是处在真空当中的 无论是在这个地理地缘上面 它当然是处在伦敦最中心的一个地标 那么它其实是各种力量 我说的当然不只是政治的力量 宗教的力量 文化的力量 包括国际的力量 在那里面其实是一个舞台 我们可以这么说 甚至也是一个走秀的一个场所 比如说泽伦斯基去演讲 那么多多小 大家知道他是个演员 他是个非常好的演员 那么他也非常好的扮演他这个总统的角色 那么他通过这样一个演说 而且跟这样的一个空间 带有一个历史意义的一个空间 非凡的空间 跟这样的一个空间所承载的一个传统 进行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对话 我想这个 所以它是一个 我觉得它虽然是一个 不会说话的一个实质的空间 但是它又是可以和不同的人 不同的文明形成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一种互文互动的关系 我不知道这样回答你的问题 是不是正确 但是很复杂 就是说每一个 其实虽然名义上面 这个西敏寺当然是归 这个英国的王室的这个直接的管辖 那么西敏公他是受这个 英国议会管制 但是呢 他们所管制的只是说是这样一个 怎么说行政意义上的 那么还有很多所谓的这种 无法用法律的形式 或者说条规的形式所呈现的力量 其实在背后会发生一种非常微妙的 潜移默化的这种作用 因为这样一个有将近一千年历史的 这一组建筑 它自身就带有一种 没有办法让你去回避它的历史的 这样的一个面貌 我想它就是代表了一种传统 我觉得它是一种传统的 一种非常好的一种物化的 或者说是一种 还在不断生生不息的 和这个时代进行一个对话的 一个开放的 我反不讲的一个多元的一个空间 我不知道 我大概只能这么来回应你 我觉得你本身概括非常好 好的 谢谢韩老师 那还有什么问题吗 那那个 我就利用那个 我自己主持人的一个小小的特权 向韩老师请教 就是我特别想 就是你没展开的一个部分 我很感兴趣 就是所谓的新古典主义和这个歌特建筑之争 这是我一个第一个非常感兴趣的一点 就是因为美国确实它做了非常多的 就包括它的这个工业 不光是政治的 工业的和商业的建筑 一直到20世纪早期 做了非常多的这个新古典主义的建设 这种建筑的风格 然后英国这个 这个歌特的这个东西 就是也确实有 因为我不了解具体的争论 但是我有一个很好奇的地方 就是说这个这个歌特这个东西 它本身到底是 就是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就是英国人得以和区分出 就是它在各个历史时期 就是是不是有不同的含义 比如英国人得以把自己跟美国人区分出来 比如说英国人的民族性 也就是英国的传统 还有就是说在这个英国国教和那个就是美国的宗教之间 是不是也会影响这种建筑风格的这样的一种角力 尤其尤其就是我们知道 就是实际上这个我们不能回避这个就是英国国教会在英国政治 以及美国的就是各个教派包括包括他的这个所谓的清教 以及后来的这个19世纪的这个福音 福音派对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影响 那么其中我就是能感觉到英国人特别强调就是说所谓的这个 这个就是哥特嘛 其实他是反罗马嘛 然后美国的这个古典主义反而是好像是有一个特别想跟罗马有一个沟通的一个东西 那么在实际上英美之间是不是他们之间这个 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形成了某种某种紧张关系 而且这个紧张关系在二战以后 就是因为美国人他也会借这个英国人的空间去谈他自己的这个源头 那么在这个时候这个紧张关系就是这种建筑风格的紧张关系 以及背后的这个宗教的紧张关系有没有在这个空间里得到体现 还有就是还有一个第二个也是这个问题 就是说因为我这因为这个威斯敏斯特这个西敏这个空间嘛 他其实还是所谓的英国国教会嘛 就是阿里干嘛 这个是最保守的一个东西 应该是算在这个整个整个英美的这个文化或者宗教 甚至政治应该是最保守的意义 对 但是后来他在这个尤其是西敏斯里面 在二世纪的后半叶有非常多的多元主义的活动在这里面进行 那么有没有相关的这个对这个问题的讨论 或者是最后他们这个就您的研究而言 他们怎么处理这种非常的非常的国教 非常保守的国教文化和这种多元主义之间的这样一个 这个多元主义展示的这个张力 好 这个谢谢杨老师的这个精彩的点评 我想您讲的非常好 就是我其实也没有办法完全回答 就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哥特 哥特风格或者说新哥特主义跟古典主义或者新古典主义之争 其实我本来因为时间原因我就没有展开 我觉得这当然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 就是今天这个就是西敏公 威斯敏特公就是能够成为一个如此重要的一个地标性的 因为大家一想到英国就会想到这个西敏公 我想就是跟他的这个新哥特风格是息息相关的 就像您刚刚讲到过就是其实当时主流的风格 还是这个新古典主义就文艺复兴以来的 那么最典型的像美国的国会大厦 差不多修建的年代也是在19世纪的这个上半页 那么我非常认同您刚刚讲的 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哥特或者新哥特 他其实还是跟英国的这个传统有关 英国人其实是特别在19世纪 他是有意要强调这样的一个面向 那么认为就是说 其实我本来是想讲这个议会大厦是以古为新 就是传统和现代 因为19世纪对英国来说是一个巨变的年代 是一个三思议会改革 然后这个不断的就是下放普选权 不断的就是推民主化 但是呢他又想跟自己的传统能够关联一下 我想这也是英国为什么在政治上非常类质 非常成功的一点 那么在建筑上面他也是用这种方式 其实他不是说完全的被毁掉之后就建一个完全新的东西 而是能够跟不单是历史上 而是跟周边的西敏斯能够形成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种互动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类质的 当然当时是有很大的尊论的 当时因为受到很多的不同的提案 但最终这样的一个提案被接受 被接受就说明整个就是当时一个比较夸张的说法 就是认为这个是英国文明的一个象征 能够接受这样一个哥特的东西 那么这个当然也跟哥特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 在19世纪以后就是他因为曾经有一度这个名声不太好 那么到19世纪之后 随着这个历史学的这种对中世纪 对哥特的不断的这种重新的研究之后 我想可能跟这个有一定的关联 但是我并没有做太多的研究 我也很难说给您一个太具体的一个 但我觉得就是说我也不能厚此薄比 我觉得这两种风格其实都很成功 因为从全世界范围来看 就是说都有 因为哥特市比如说后面就是 因为时间里面我们没有讲 比如说新哥特市像比较典型的 就是匈牙利的一个议会大厦 就是多脑河畔的 那么加拿大的议会大厦都是新哥特市的 都是很成功 当然更古典主义就更多了 因为古典主义比较保险嘛 对吧 他就是相对来说就是这个四十方方比较这个中正的 但是从这个今天基本上已经差不多两百年了 从历史的回数来看 这两种都已经被接受 就是说我觉得我不知道这样的回答 是不是能够解答您一部分的这个评论 反正我非常认同您的这个观点 那么第二个部分是 我稍微有点忘了这个 杨老师您说的是那个 大概我意思就是说 因为这个空间是非常保守的 尤其是西门寺 它是属于阿里干嘛 应该是它的整个背后的宗教传统是非常保守的 但它现在有很多多元主义的这种展示性的活动 展览啊 这些活动进去 他们怎么去 尤其是有没有保守派的人士对这个东西比较紧张 或者说并不觉得这样应该这么做 还是说他们已经达成了很好的共识 就是保守和这种多元主义 并能够完全的融合于这个 英国的这个 这个就是英国这个这个建筑的 英国的这种全球的展示啊 实力的展示啊 或者说西欧的或者英美传统的全球的软实力的展示 这样的一个 呃就是这样的一个 对我的意思就是这样的 呃是不是 我觉得要是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哦 其实我在做这个研究之前 因为我是最做了也不到半点还没有做完 那我自己也是越做越诧异 因为我之前就是对这个空间 对这个西门寺认识还是比较传统 就像您说的 我觉得还是一个英国国教的一个空间 但是就是因为找了一些比较 呃晚近的材料 我就发现 有点颠覆我之前的这种预设哈 那么我的一个感觉 它其实是一个 也不是说一下子就这样 而是一个不断不断的 呃一个 呃 逐渐开放的一个过程 在我看来 呃 这么一个呃历史性的一个空间里面 不断的这种呃 公共建筑 比如说像 英英英法就蛮蛮重要的一个对比 像前段时间那个呃 包括这个巴黎圣母院 其实我就发现 他其实虽然说已经非常世界主义了 但是好像呃 这个他对那个意志性的 比如说就是对他的攻击啊 就是无论是物理上的 还是这个呃 宗教上的 好像就是对呃 对他的这个意志性的攻击啊 修补啊 好像要要要要要 法国人好像要比英国人要敏感的多 我我感觉就是英英国的那个 我我看如果是从西敏斯的角度来讲 好像他这个呃外国的这种各种各样的 尤其是因为这个十九世纪 英国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帝国嘛 呃就是真的是一个跨区域的 而且跨文化的跨种族的 有着多为多元治理的一个帝国 所以他这个建筑空间 嗯和这个本国传统和意志文化的 这个兼容度 还有他们怎么样把它巧妙的结合起来 这里面其实我觉得就是说 确实是一个跨学科的话题 韩老师这个提醒我们 嗯比如说这个他既是文学的问题 他又是跨文化研究的问题 他也是视觉艺术和建筑的问题 甚至是公共外交的问题 呃这里面其实大有各位同学要非常 呃注意就是其实里面大有文章可做 并不是简单的呃就是 听过就可以就轻轻放下的一些细节 呃而且呢韩老师尤其是他 他的这样的一个史学的路径 其实是非常扎实的 就是有一分材料 他能够呃能够从多角度的 把这分材料的这个细节 做详尽做做仔细 那么对我们的这个本科同学 尤其是有志于进入这个 这个学术研究的这样的一个同学 是有非常深的启发 那么应该说韩老师的讲座 记忆让我们从一个这个西敏寺的这样的一个记忆之场啊 呃西敏寺西敏宫这样的双 双建筑这样的一个联合体的记忆之场 呃呃可以说是一是围绕一个建建筑物的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场所的空间维度展示的英国史 而且甚至某种程度上 他也有着这个全球史的面向啊 但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说他确实也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 我觉得蛮值得做的呃问题啊 呃我在里面就是说无论是从图像上还是从讲的样 这个韩老师的论述上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 呃希望大家能够从中吸取非常宝贵的这个学术研究的方法和这个态度上的经验啊 今天的讲座呢呃就到这里啊 那么我们度过了一个非常呃精彩的这个学术之夜啊 所以呢就是我们这次呢呃这个由于文学与艺术的这个跨学科视野的这样的一个呃 轮值周呢我们就到此结束啊 非常感谢这个韩老师呃百忙之中 还利用假期的时间啊 来跟我们分享他的这个这个最新的精彩研究 那么以后呢我们将还会继续利用这个呃 腾讯的这个卓越学院的跨学科平台 也邀请国内外优秀的青年学者呃为大家讲课 那么也呃将他们的这个研究智慧呢 通过这样的一个公众平台呢呃散布出去啊 那么感谢大家的聆听啊 感谢这个这个两个直播平台的观众朋友们的支持啊 感谢各位同学啊 尤其是感谢韩伟华教授啊 啊谢谢大家啊 今天的讲座到此结束 谢谢姚老师 谢谢啊 谢谢韩老师 是呃是辛苦的啊 谢谢 谢谢啊